进到厨房 老板正处理新鲜鲨鱼 刚切块沾好粉的鲨鱼块 入锅油炸 香味四溢 这是鲨鱼羹的精华所在 正在锅子里 滚的鲨鱼骨高汤 制作完成的香肠 都准备就是要饱足顾客的味蕾 以鲨鱼羹打响和平岛美食的 阿久老板过世后 老板娘一肩扛起重担 赋予鲨鱼肉新生命 我们店里的特色都是用鲨鱼做的系列 有那个鲨鱼豆 鲨鱼烟 还有田布拉也是用鲨鱼做的 主要是鲨鱼羹 都很好吃 都有胶质 像加入充满胶质的鲨鱼洞 老少咸宜的鲨鱼甜不辣 鲨鱼丸 终吸引不少外地偷客闻香请来 哇 怎么鲨鱼羹 我只吃 我吃了鲨鱼羹 还有那个卵丝羹 还有什么 甜不辣 哇 这个鲨鱼甜不辣真的很好吃 我要买了三份 要带回去晚上吃 与海洋大学合作推广食鱼教育 也带民众认识鲨鱼 鲨鱼其实我们是鱼鳍鱼身不分离 这是规定的 那因为鲨鱼肉其实没有 因为它没有肾脏 所以它会有这个胺 所以它就是感觉就是吃起来会有臭臭鼻 就是尿酸味 所以大家都不吃鲨鱼肉 只吃鲨鱼鳍 可是反而浪费资源 那我们看到下鲨鱼最多的其实是鲨鱼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它鱼鳍鱼身 能够充分利用 而且永续的利用才是关键 所以我们就会做了这个中英文的看板 告诉大家说鲨鱼其实这个小鱼鳍高刷 鲨鱼肉其实很便宜 但是我们能够好好的把它利用 珍惜所有的资源 包含骨头做鲨鱼羹 然后肉做鲨鱼烟 然后做炸鲨鱼 那才能够永续的利用这些鱼业 这才是我们在推的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教育扎根落实 从辨识鱼种的阶段 进而了解鱼法与资源永续的重要 维持永续的海洋环境才有丰沛的渔获 从一碗美味的鲨鱼料理 开启爱海洋的心 那加入洋葱之后 我们开始快速的翻炒均匀的让它受热 把它三次炒出来之后 由鱼爆香加入洋葱 香味立刻扑鼻而来 和牛肉片海鲜食材上桌 肉片放入锅里算两下 光用看的令人垂涎三尺 蛮舒服的 然后食材也蛮好吃的 对啊 然后环境 用餐环境还不错 有美食当然也有海景 转身就是270度的无敌海景 连锁店拓点 看准基隆海科馆人潮 选在暑假旅游旺季开幕 不怕夏天火锅淡季 一开幕人潮爆满 夏天吃火锅很热 但是这里的环境很舒适 然后温度很刚好 吃火锅感觉很舒服 海景 海景是主角之一 火锅本来冬天夏天都行 透过我们这个半落地窗 看到这个270度的海景 那海的另外一头就是酒粪 那在夜晚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灯光通明 这样子的星光点点的景色 相当的美丽 那另外呢 我们全台集团目前在逐间的部分 有91家 那今年的整年数预计会破百家 宽敞的用餐环境 自住室的吧台 民众用完餐 还可以到景观台欣赏海景 营业时间延长到凌晨4点 开幕期间不忘做工艺 我们营业到凌晨的4点 所以吃完锅 追日出 看日落 看夜景 都是相当好的选择 那另外呢 即日起到9月30号 我们推出了这个 只要点美国的 修西牛腹肉这个主食套餐 我们就会提拨1%的营业额 给伊甸基金会 作为公益的活动响应 同样在潮进公园内的 另一间石头火锅店 主打基隆新鲜的在地食材 冰箱里各种食材 想吃什么 让顾客自己挑 两个的话各自有各自的不一样 比如说像这边这家 它不是连锁的 但它有很多是基隆当地的材料 或者是它当地的酱料 然后这个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点 我们还蛮常来的啦 那主要是这间没有吃过 想要来吃吃看 夏天吃火锅 民众说躲在冷气房 享受美食 反而是一种享受 都以为说这种天气这么热 那今天又不是假日 来到这边一定有位置做 那想到说两家火锅店 竟然都是客满的 那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才知道说以后要吃之前 要先定位 我觉得冷气还有饮料够多 对下来吃火锅都是OK的 而且吃了 夏天流蛮多汗 有时蛮舒服的 白天的晚上的 这些人 人几乎都是已经都差不多 相当的平均 那这些对于这些 特别是这些年轻人 尤其现在暑假期间 我相信他们的生意应该会很好 不过市场 我觉得没有春夏就那种干净 尤其是基隆人 超级爱吃火锅 基隆火锅店走到哪都有 就可以知道基隆人都爱吃火锅 疫情趋缓的状况下 人不会想去市区 所以都要来郊区 反正郊区的声音会越来越好 但情况因为郊区 人流越来越多 所以定位也会随时提高 台湾人爱吃火锅 一年四季不分冷热 两间业者擦旗就用朝镜 不仅天气冷要赚很冬裁 后疫情的消费商机更是不容小觑 做豆腐乳的成败在米酱与豆腐角 住处林丽华将精心照顾四天的主材料 搬上桌 一步步分享制作豆腐乳的诀窍 做豆腐乳的秘诀 第一个你的豆腐来源 豆腐角的来源很重要 天然 然后用太阳这个时间点 就是刚好在端午节跟秋分这段时间 是最适合做这些腌制类的东西 你可以加甘草 你可以加化霉 对 然后凤梨你要多一点 你就加很多凤梨 让凤梨的酵素在豆腐乳里面 产生很好的质变 然后这样的发酵 那个东西其实是最到位最天然的 秒杀的豆腐乳做法全公开 只要愿意学愿意做 就能品尝到祖先的智慧 让祖孙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可以感觉那种古早味 然后小孩子也可以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过程 真的是让这个豆腐乳 增添了一种甜蜜的滋味 今天这个课程 很好的校长 很高伴 从来第一次就第一次 今天有吃到处了 很高兴的 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很多奶奶 学做豆腐乳 真的很开心 做豆腐乳回家给爸爸吃 原来豆腐乳是这样子 发酵过程的 我很开心可以跟奶奶 一起做豆腐乳 孩子们将豆腐乳 庄冠的秘诀以定格动画的方式呈现 创意十足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在一个万里无云的日子 有一个瓶子跌倒了 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 与美食共普温馨时光 透过祖孙共学 情感连结更加深厚 同时也传承了美食的记忆和文化 色泽鲜艳 香气扑鼻 充满着浓郁风味的咖喱料理 在主厨阿里的巧思下 以烤 炖 微等方式出炉 外酥内软的烤饼 搭配咖喱料理 与中东的风情相结合 带给顾客难以忘怀的味觉享受 我本身是做餐厅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味道 跟我们台湾的料理 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味 觉得很棒 它有三四样素食 我吃的结果是 很够味很好吃 真的赞 还有炖饭 烤肉包饭 每一道菜肴都展现了 中东人民对饮食的热爱和讲究 咖喱肉烤饼 那个味道非常的浓郁 对 然后非常的好吃 我们用大量洋葱 去熬自的一个咖喱 它是牛肉咖喱 还有加上糖色的苹果 我们家的食物呢 永远就是服一个 很健康的导向 自然健康 好吃 这是我们的原则 以环境永续的理念为出发 使用新鲜的有机食材 和可持续外带的餐具 降旧天然环保 你如果你想游泳 你手就伸进去 你还可以一边游 打开了就喝 这个又可以当成一个 冷水壶去使用 我们这个材质都是很棒的 而加入产自巴基斯坦的 黑盐饮料及冰品 有着独特的口感 我们的饮料有加巴基斯坦的黑盐 有丰富的矿物质 氨基酸跟吹黑激素 里面的氨基酸呢 会把食物的原味拉出来 所以任何的东西 加了黑盐的味道 都非常非常棒 采访当天 碰上外国游客特地前来 品尝这中东美味佳肴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 穆斯林料理都蛮好吃的 然后蛮多回家的朋友 都会特地搭车来这边吃 因为可以让他们吃得很安心 因为它是全基隆市 唯一一个清真认证的餐厅 巴基斯坦战 美食之余也能下水 感受海水的清凉 夫妻俩发扬 中东人民对饮食的热爱与讲究 嘉惠想要品尝 巴基斯坦美食的爱好者 不用出国就能感受到 异国风情 海螺造型的灯饰 明亮舒适又不是浪漫气氛的 整体布置 这家位在信事路上 新开幕的复合式咖啡厅 亮丽登场 也吸引路过民众的目光 特别是业者结合 基隆著名的新鲜锁馆 设计出不同的养生套餐 争取民众和旅客的青睐 就连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也非常称赞 就是来这里吃饭嘛 那发现到让我很整个很惊讶 这家店的这个庄房怎么这么漂亮 而且那个有一个小角落可以拍照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不错 想要推荐给我们这个基隆市的乡亲 那包括外线市的乡亲 也可以来这边来用餐 那这里的餐 刚刚我问老板娘说 他的餐的这个就是 比较走这个就是健康餐 吃起来就像家里的味道 像家里的味道 而且真的因为我们在家里 煮一定会比较重视健康嘛 不会跟在外面吃的感觉 一定是不一样 那吃起来感觉就是很清淡 很清淡就是少油嘛 少盐嘛 对这吃起来就真的蛮不错的 业者表示既然是咖啡厅 招牌的咖啡饮品绝对好喝 至于各种养生套餐和锅类 更是他们自己精心设计 少油少盐 就是希望让客人吃的健康 也能享受餐点的美味 因为我是想走健康的路线 来符合大家现在的需求 所以我的青菜 我都是用现蒸的 包括所有的食品食料 我全部都是用烤的 所以我们的餐就是 少油少盐的健康餐 包括我们也有做锅 我们也是走健康餐的药膳锅 跟外面的一般火锅 有所做区别 对包括我在当初要选菜的时候 我也选择我们有家乡味道的酱瓜 大家吃的都很怀念 所以也是说符合大家现在的需求 因为我们这家店是我自己女儿 她用心思 也是符合现在海洋 还有各方面的需求 她做这样的设计 包括电灯各方面 都是我女儿自己挑选的 因为是我们自己的店 所以我们选择我们自己要的特色 所以说希望大家会喜欢 由于业者看好基隆新地标 基隆塔结合国际邮轮观光 未来的商机 因缘忌讳下买下房子 开设这家咖啡厅 特别是咖啡厅就位在 基隆塔下方的信寺路上 由下而上感受 基隆塔不一样的魅力 希望能够为经过这里的民众和旅客 提供最好的餐饮服务 其实我之前就住在前面 这个异录那边 所以我的生活圈都刚好在附近 那刚好知道这边有房子要卖 我就赶快来这边 当然也是要借助基隆塔跟这边的商机 希望以后我开在这边 又有客进来 我可以提供更好的一个场地 跟我们的餐点来为大家做服务 店里面也特别设置一处网美墙 提供来喝咖啡以及用餐民众 拍照打卡的地方相当受到欢迎 业者欢迎路过经过咖啡厅的民众 可别错过 进来喝杯咖啡 享受不一样的养生餐点 在黄色调灯光衬托下 宁静的气氛中带点些微的神秘感 不过两边通透的光线 刚好补足适度的光源 让餐厅里的亮度不会太暗 也不至于太亮 不论是好朋友吃饭聊天 或是个人用餐兼工作都恰到好处 这家位在七堵男性路上新开幕不久的复合式餐厅 不但餐点饮品受欢迎 整体的气氛更是深受女性朋友的青睐 店里店外都成为女性朋友拍照的景点 从小在七堵长大的一对姐妹花 因为工作关系各奔东西 姐姐原本从事医美的工作 妹妹则是在餐饮业服务 姐妹俩为了一元梦想 放弃原有高薪的工作 返回七堵家乡 租下南新路这间老屋一起开餐厅 按照自己的意思布置 更设计出健康餐食和甜点 希望让客人吃到食物原始的美味和健康 主要是健康 那像我们其实调味的话 其实都是比较 调味没有那么重 那我们像鸡胸肉是低温烹调的 然后都是有真空包装 就是保鲜保鲜 然后就是可以新鲜又好吃这样子 那要讲求健康跟新鲜度 咖啡豆的话是朋友 就是朋友介绍 朋友烘豆 所以我们是跟朋友配合的 那当然就是咖啡是跟朋友学的 对那有些饮品的话 也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 比较喜欢的口味去做调整 对这样 那看客人接触度 我们也都慢慢在调整 这样放弃高薪的工作 跟妹妹一起来打拼这个餐饮业 您个人觉得值得吗 蛮值得的 那也蛮好玩的 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然后连油漆也是我们自己擦的 对 屋板它改成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你们自己也蛮满意的吗 蛮满意的 因为我们想开咖啡厅就是开那种老宅 老屋复古的风格 那刚好看到这店面就是有符合我们的需求 就是店面够大 然后它刚好屋龄又比较高 60年屋龄 所以就是蛮喜欢的 然后色调颜色还有木头 木头色调都是我们自己选的 这样子 自己设计的 地点虽然不显眼 却深受顾客欢迎 开业三个月已经有稳定的客员 因为客人的肯定和鼓励 是姐妹两人持续进步的动力 其实还蛮多客人给我们很多的反馈 就是会希望 就觉得我们其实做得不错 然后会希望我们长期开下去 那其实大家对我们的期望也蛮高的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和家人来这里用餐之后 对于餐点和布置都非常称赞 特别是对于青年返乡 国化地方老屋再利用 给予高度的支持和鼓励 能够放下他们 在没从事这个行业之前 是薪水蛮高兴的 那让返乡来演他们的梦 我想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 来肯定他们的一些作为跟行动 然后同时更会在这边 要呼吁我们政府 尤其在青年创业的贷款方面 尤其在整个手细的流程 能够在家简化 在家便利 我们基隆市的老屋非常多 然后在这边也希望呼吁我们政府 能够多多鼓励我们年轻人 利用老屋再造来创业 尤其对我们地方上的产业 有一种另类的发展 我想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案 店里面没有特别布置的网美墙 却处处可以拍照 屋顶和墙壁上保留着老屋原本的凹凸不平 简单不过当的粉刷和灯光照明 搭配摆设在角落的绿色植物和旧时代的缝纫机 更凸显了老屋质朴的美感和怀旧的氛围 不管天气好坏 业者欢迎您进来躲雨 喝杯咖啡 享用餐点 和家人及好友共度愉快的时光 就是这双十字造型的石存饼 荣获2023基隆好物 以在地食材为影 大航海历史为轴 咀嚼中可以品尝到海藻独特的香气 了解诸圣教堂遗址 将如护生福般的卡拉瓦卡 至真至善十字架吃下肚 这是一个可以吃的历史 把西班牙当年他们带来的双十字架 然后加上在地的食材石存 然后把它做出这样的一个十字架形状 还有与在地连结的纯真小道 模拟基隆语的棒蛋糕 撒上石存粉搭配新鲜的海葡萄 与鲜奶油及石花洞绝配 想要表达这是和平岛的岩石区地景 所以这个整个合起来就是 基隆语的风景跟和平岛的风景 业者徐正明在和平岛创业 旅出其中 就是希望打造永续与在地连结的好物 为了让旅客可以将美好的记忆带走 还设计了这咖啡礼盒 一笔勾勒出和平岛最独特的景观 给人视觉上满满的享受 我们店里的咖啡豆全部都是用精品等级的 那游客喝完以后会喜欢 他就会想要带走 所以我们就将它做成 很方便的这个咖啡绿挂包的形式 餐点不只有创意 还要有品质才能受顾客喜爱 而这里也是宠物友善餐厅 信不少民众远道而来 觉得老板娘他们超亲切的 对毛小孩也很好 然后餐点也很赞 友善宠物加友善环境 咖啡厅还能做什么呢 与婚宴结合 将在巴厘岛创业的海岛婚礼模式引进 不断地琢磨精进 要给新人最独特的婚礼记忆 你愿意接受Gabriel成为你的人生伴侣 从2007到和平岛开始 没有停下脚步 持续累积堆叠品牌价值 期许每一次都要给人满满的惊喜 正式柚子堂 去年研发上市很受欢迎 去年研发的 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比较湿润一点 还有利用果实酿制的水果酒 今年上市 赋予新鲜果实更多价值 这个是我们今年新研发的 烟红树莓酒 这个叫做柠檬湾石榴酒 也是今年新 我们跟海洋大学的老师一起研发的 延长农产品保存期限 农友们在海大石科系的协助下 发展出各式特色加工农产品 竹笋制成各式冷冻包 是年菜的新选择 中西的食材 不然要存的 还是刺激品 刺激不要 然后来做加工 做研发 还有别具风味的竹笋意大利面 吃过的都说赞 特色农产品加工料理成果展示上 看见马东社区农村再生执行计划成果 市议员张肯辉也很积极协助农友开拓新市场 目标锁定七毒火车站打造假日小市集 火车站的我们的旅站长也乐观其成 因为这个整个都是由铁路级的支开计划里面所来主办的 未来我们会一起会看 如果同意以后未来的话 这个在星期六星期天的话 我们的社会处的弱势团体的文创 还有我们厂花处的市集的 可以就在那边摆设 同样的也促销他们的产品 从包装到销售 农友们一条融运用当地特色农产 希望创造农产品的多元性 并提高农业价值 这就是豆鼠 您知道怎么料理吗 可以做菜煮汤 还是炒肉是下的蛮好吃的 还有一点可以甚至叫做地下水果 话不多说 跟着农场主人上山一探这地下水果的家 这就是豆鼠 然后国外的品种 一颗接着一颗采收 颗颗都很饱满 老板说剥开皮就可以生吃 进入厨房将豆鼠洗净切块 快速入锅炒一下即可 入口脆甜的口感 让人一口接着一口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用草的或生吃 对 因为煮汤的话 它的糖味会全部在汤头里面 煮汤它适合当配角 农场主人开垦多年 这片土地仅然有序的规划 以根经植物为主 有山药区 竹笋区 还有可以磨成地瓜粉的树鼠区 大概会有 大概也不一定有说 四斤到十斤都不一定 通常就是把这个皮 这很老把这个皮剥掉 这边有一个壳 把皮剥掉就是下去磨粉 磨粉沉淀了 起来晒干就变成素素粉 就是现在的地瓜粉 另外还有正在成长的萝卜区 现在就可以吃了 还会再长大 白萝卜出土 好有成就感 另外还有红皮白肉的萝卜区域 这个是红皮白肉的 跟着农场主人逛农园 还可以看见许多小动物的足迹 农场主人欢迎大家来走走 呼吸新鲜空气 体验冬季挖根茎类植物的乐趣 感受基隆农场的魅力 基隆的味道 是甜甜的微笑 箱子里的小猫 热情的在和你问好